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请看 把闭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刚才叫我什么 把闭 公总不是马上叫我和监察情急没一个吗 对啊 把闭 你已经四年两个月没有给个抚养费了 我和妈咪都快要活不下去了 快快快快 宝贝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没你这么大的孩子了 把闭 那这是什么 假天不愧是不好把他不业 牺牲我一个 然后全家都不用饿豆腐了 大宝 谁胆子那么大 敢抢我孩子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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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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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请给我站好 就算你们没有爹地 但你们的妈咪呢 也非常非常的爱你们 撒谎 我们有爹地 我们都听到了 那个男人 公式集团总裁 就是爹地 嗯 就是就是啊 不怪用意害人 要不是物诊说我得了绝症 我也不会去会所找男人 还一找就是找到公式集团总裁 绝不能让他抢走孩子 不好意思啊 不愧一场 我这就带孩子走 嗯 我认得你 你是五年前的那个女人 五年前 女人 哎 不好意思啊 你认错人了 爸爸是我的儿子 如果你不是五年前那个女人 她干嘛叫你妈 糟糕 大哥的认清计划 被妈咪破坏了 没事 我查过爹地了 他很看重血脉的 绝不会让大哥流落在外的 哦 公总 公总 已经查过了 那个女人不是回所的员工 酒店的开放信息也是假的 继续查 就算把地图翻过来 也要把这个女人找出来 是 躲了我五年就是为了去生孩子 可既然把她生下来 为什么不带过来找我 还带她过这种寒酸的生活 她精神世界很富足的 一点都不寒酸 还有啊 就算你是公式总裁 那也不能当街抢孩子 她是孩子的父亲 我可以给她更优渥的生活 我绝对不允许你再带她过这样的生活 看她那没出息的样子 我养她这么多年 凭什么你说抢走就抢走 如果你真想要 那给我十个亿就行了 特意让孩子今天在媒体面前曝光 就是为了钱啊 是又怎样 你是不是给不起啊 给不起的话那我们就 成交 什么 这张卡里有十个亿 密码在背面 既然你把大宝当商品 好 孩子抚养权归物 以后跟你 没有任何关系 我刚刚开玩笑的 我不要钱 我只要我的孩子 我劝你最好见好就收 看在你独自抚养大宝的份上 我可以再给你个机会 来公式上班 把孩子还给我 大宝 谁下你抽钱了 大宝 大宝 妈妈对不起你啊 公尘医和传说中一样强势冷酷 如果被他发现 剩下的五个孩子 我肯定一个都保不住 不行 我已经失去大宝了 不能再失去剩下的孩子 哪来的精神病啊 走路不知道看到啊 你故意的吧 我就是故意的 哟 这个不是那个家里破产的糖姐吗 听说灵天把你抛弃之后 你随随便便找了个牛郎 还搞大了肚子 我再自暴自弃 也比你喜欢捡垃圾强 别人不要的男人你还当个宝了 顺便提醒你一句 把你周灵天看紧点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找你这个小三 指不定哪天找个小四 你胡说八道什么 哎呀 好了好了 长得这么胖 等到了 哎 你 里面居然真的有食欲 发财了发财了 妈咪 妈咪 没想到 我还真有一个儿子 老夫人知道一定会很开心的 不过 小少爷刚才一直吵着要妈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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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伯父 我 抱歉 这就是爹爹的家吗 好好看啊 大宝也是我的 要是妈咪和爹爹妹妹们也能住进来就好了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公事集团与江江可以继续联姻 啊 土豆土豆呼叫地瓜 地瓜收到 土豆请讲 我发现法皮要和别人结婚了 什么 臭爹爹 坏爹爹 本来还想考察考察 适不适合照顾妈咪 结果还给我们找后妈 对 这臭小子 不让我去见孩子他妈 我今天非得见他他 到底看看他是个什么人 哎 哎呦 哎呦 大爷 您没受伤吗 我刚才没有碰到您啊 对 你把我腿撞断了 还想诬赖啊 怎么赔钱 别想走 哎 那里是什么呀 咱一起去看看走 哎 怎么回事 老夫人 我刚才根本就没有碰到他 哎 他碰瓷的 他说没碰到他 穿得人模狗样的 哎呦 污蔑老人 真是没有天理了呀 哎呀 现在开车 让一下 让一下 奶奶 你撞人怎么不赔钱呢 老师说 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这小男孩长得和阿姨小时候一模一样 爷爷 你没事吧 这里这么多叔叔阿姨 老师 你的手机在哪儿 要不然 我来给你拍照取证吧 好 真聪明的小孩子 来 多拍点啊 好 交在我身上 不是我手机啊 这小孩子 撑我手机来 他不是腿断了吗他 你撑我手机啊 爷爷 你不是说 你腿断了吗 还真是碰瓷的 我们差点被他骗了 老夫人 我现在就报警了 二十万锦 两位小朋友 多亏了你们 谢谢啦 二老三老 你们怎么在这儿 多亏了他俩 刚才给我解围 小姐呀 谢谢你 教育了这么好的孩子呀 他爸爸呢 孩子他爸呀 死了 还不是呢 奶弟被小妖精勾走了 瞧这孩子乱说话 看来就不是阿姨的孩子 相逢啊 救世员 我请你们吃饭吧 那都不好意思 走吧 谢谢啊 乐小姐 您要的至尊VIP包间 已经帮您布置好了 您里边请 好 走吧 冷星月 五年不见 野种都这么大了 谁是野种 你会说话不你 我男朋友和一个贱人说话 跟你老太婆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了 你不会就是当年 那个牛郎他妈妈吧 真是一家人 金一家门呢 不过现在呢 我的身份不一样呢 我呢 现在是冷氏集团的高管 即将和公事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身价百亿 你笑什么 冷氏集团和公事还没达成合作呢 就一百亿身家自居了 也不怕风大傻的舍头 你是在嫉妒我吧 不过你嫉妒我也没有用 你呀 注定是被我踩在脚下的 身世男人统统都是我的 那你最好守好点 别到时候鸡飞蛋打 连打波尿酸的钱都没有 奶奶我们走吧 我 公事集团能跟你们合作 我把脑袋拧下来 给你当球体 居然敢羞辱我 要是这也是我的曾孙就好了 奶奶不好意思啊 今天让您先笑了 没事没事 以后啊 在地中有奶奶照着你们 你们呀就横着走 好 来吃饭吧 等等 嘻嘻的手链不见了 是不是你偷的 嘻嘻的手链不见了 是不是你偷的 那是我爸送我的生日礼物 价值百万 赶紧给我交出来 我是不是给你脸的呀 我碰都没碰过你 怎么偷你手链 你说没偷就没偷 这儿可是风华餐厅 你一个破产小妹 怎么可能消费的钱 这边低交就要两万块起步 依我看呀 你吃饭是假 偷东西是真 王经理 给我搜身 你敢 冷小姐 我劝你还是把手链交出来 以这手链的价值 这要是报了警 这老底恐怕要坐穿了 你跟他背什么话呀 直接搜不就知道有没有 你没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笑出来 放开我妈妈 放开我 三宝 三宝 放开我 你够小子 你敢咬我 宝贝 你没事吧 你们太不像话了 新月一直和我在一起 他怎么可能偷你们的手链呢 你们说一个价值百万的手链 再不滚 我要你们好看 你什么什么 你什么 你什么 说 我 你什么 你什么 说 你说 你什么 我 你怎么 我 我 你那个 我 希希 听到了吗 这个老太婆 竟然敢让我们滚 她看不清你那百万的手链 死老太婆 该滚的人是你 你信不信 我把你一起收拾了 你好大的口气 你知道我是谁吗 秦月 你没事吧 你们这些人 也太没教养 小奶 你看 奶奶你没事吧 你们干什么 你们这些从平净库里面 爬出来的穷鬼 穿几件高仿衣服 说自己混话 真让自己是有钱人了 这不叫叫叫叫叫 看看自己有什么哲学 就是 真把自己当成公老夫人了 我们今天不仅欺负你 我们还打你了 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你能怎样 奶奶你先走吧 他们今天就是针对我来的 你先走吧 我不想连累你 不行 你们帮了我 就是我的恩人 我绝对不会允许 别人欺负你们 我孙子的公司就在附近 我现在打电话 叫他赶紧过来 龚总 我们旗下的风华中华影业 本季度已经营收了 超过十个亿 未来三年 喂奶奶 马上查出老太太的位置 是 我也知道 走 就你们这种人 你叫什么人 老伯儿 你说刚才这个老太婆影踪的 是不是在他身上 那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给我搜 你 别过来 这事跟奶奶没有任何关系 我去 你这羊们儿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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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老太婆 抬高点老太婆 这样好 好 你怎么还会呢 还有这两个小严主 先不要放过他们 这小崽子 刚才没叫醒你们的事啊 别动开门 别动开门 你走 爹你救我 你们居然敢欺负我妈咪 妈咪 你 你救我 爹你救我 我就是那个七宝二宝和三宝 大宝很生气 大宝叫他妈咪 难道小月 真的是我赠孙的妈咪 那这两个孩子不也就是 你们 刚才叫我什么 三宝认错了 快跑 爹地救救妈咪 没事吧 没事吧 妈咪你 你没事吧 我 他谁来的 原来你就是那个 冷星月当初找的那个 你 哎 灵天 你竟然敢吵我男朋友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就是 和公事集团 合作的那个耀武扬威的小人吗 跟公事集团合作 你也配 我爸比就是公事集团总裁 公 公总 公 公总 首付公总 这地图有一大半的产业 都是公事集团的 要是得罪了公总 恐怕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公总 我们都没见过公总 你说你是你就是啊 谁不知道 冷星月当时找了一个牛郎鬼混 你真是这些 他那就绝对不是公总 差点被你给骗了 冷星月 你又从哪儿请来的演员呀 这小白脸皮囊倒是不错 你说吧 冷星月给了你多少钱 我给你出双倍 要是让公总知道了 就等死吧 冷家是什么 从现在开始 公事集团终具与冷吃的所有合作 上下有企业 但凡敢与冷家合作 就是与我公事的那边 好小子 你还装上瘾了是吧 我看你是浑腻了 敢冒充公子 我现在就跟我爹打电话 让他绑着你去见公总 陈 陈总 这就是公事集团首席特助 公总的第一心腹陈总吧 他一定是知道有人冒充公总 特意来抓他们的 陈总您好 公总 公总好 公公好 公总好 竟敢对公总不敬 把他们两个衣服扒光 给我丢出去 以后 这两个人和老家 不允许再进入公事的任何旗下 任何产业 上 等等 公总对不起 居然真的是公总 这 这下可闯大火了 让你狗眼看人爹 欺负我妈便 小公总 小公总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欣悦 欣悦我是你堂妹啊 你怎么能忍心看着我见死不久 我能 我跟你们冷家 早就一刀两断了 担不起你的一句堂锦 再说了 你刚刚是怎么对待奶奶的 你忘了吗 留着你也是给社会添堵 带走 公总 公总 冷心愈 冷心愈他都是骗你的 他是一个骗子 他生了三个孩子 也没有一个孩子是你的 别闹 他有三个 糟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冷心愈他从小就浪荡 凌天 凌天是他前男友 他就是因为给凌天戴了绿帽子 凌天忍无可忍才和他分手的 对 对对 他到处跟别的男人乱搞 我实在是生不了了 那些孩子 我们都碰到好几回了 绝对是他亲生的 你到底藏了我几个孩子 一个 就大宝一个 其他的都是大宝的同班同学 你胡说 他们都叫你妈咪 叫我妈咪就是我的孩子吗 万一是干妈呢 万一是我领养的呢 我看他们都很依赖你 难道 不是你亲生的吗 你就别唱我太爱了 真的不是我亲生的 难道小月不想摸过孩子们的身世 既然不是亲生的 他们为什么都叫我爹地 因为孩子们的身世比较悲惨 从小就没有了爸爸 看光总您高大帅气 英勇潇洒 就把你带入了父亲的角色 大宝在幼儿园的时候经常夸你呢 是吧大宝 小孩子是不能撒谎的 我的确没有两个兄弟 大宝有五个兄弟的 大宝 我知道你维护妈咪 但是现在做一个亲子监定很简单 你们没有任何意义 我说的都是真的 小姐弟 你都有未婚期了 别想招惹我妈咪 我发誓 我要是藏了你的孩子 我 我这辈子结不了婚 刚才有两个小孩跑出去了 把他们找回来 是 我都说了 那孩子跟你没关系 拿着卖孩子的钱去挥霍潇洒的 嘴里能有什么实话 卖孩子的钱去挥霍潇洒 你在说什么了 这臭小子把小月低急了 他带孩子跑了怎么办 你这哪来的灯兔子 人家新月都说了 孩子不是你 你怎么还往你脸上贴金呢 你怎么会伤奶奶 奶奶 谁 什么奶奶 我不认识你 我要是用你这个孙子呀 我的心脏病 都被复发了 你那东西在搞什么 你瞧瞧 真的眼角背心 一无尺尺的样子 你能收出个 二宝三宝 这么乖的宝费吗 退一万不说 你就是能生存 孩子们不认你 也算是你这个 放父亲的失败呀 再失败 刚才也是我救的你们 哎呦 要不是你有两个臭钱 还轮得着你在这鲜费呀 没那些臭钱 我还不想认你 别说 妈咪 她好不容易跟我送过去 她就凶我 没有 你看她生意都大了 她才五岁 你能不能不要用你这种 训员工的口词来训她呀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现在开始了 早干嘛去了 你 你个臭小 训月没毕业就跟你生孩子 啊 你就偷着乐 啊 还有你这个太多心思 你做的事 你是被门紧的 你 奶奶 不要给她说那么多废话 像她这种心术不振 唯一是懂的 不想因为我连累着你 要不你还是先走吧 也好 我得赶紧去看看另外两个宝贝孙子 我得赶紧去看看另外两个宝贝孙子 大宝过来 耿心悦了 十个亿还不够你挥霍潇洒是吗 现在倒主意倒到老人家身上来了 老人 老人 不知道二宝三宝有没有白头追捕 三宝有群怪大叔在跟踪我们 有鬼头我认得带头的 是扎爹的好幸福 妈咪已经失去大哥了 不能再失去我们了 快走 奶奶 他们绝对是我公家的孩子 嘘 奶奶呀来帮你们了快走 奶奶 奶奶 这就是我们家了 等妈咪回来了 我们让她好好谢谢你 好孩子 二宝三宝 你们回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弟弟妹妹了 我是二宝 我是三宝 我是四宝 我是五宝 二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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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五 六 哎哟哟哟 这么多孩子呀 这都是我们的江东西 老天保佑我 你给我看看那个 嗯 给 嗯 嗯 奶奶给你这个 哎 哎 奶奶给你这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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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奶救了我们 奶奶你怎么了 奶奶 天生福福 儿女走的要走 三个不听话 我这年纪大了 一个二宝三宝 我就想到我孤雷雷一个人心里委屈 哎 奶奶 你别哭了 以后我们就是你的干僧孙了 我们一定会孝敬你的 哦 好孩子 哎 你这么多孩子呢 那孩子他爸呢 哎 哎 其实吧 这些孩子 都是我收养的 我有个朋友 他出车祸了 临终之亲 就留下这些孩子 哎呀 原来是这样啊 对不起 哎 我已经失去了大宝 不能再失去生下的孩子们了 去 尽快把这个和陈毅的DNA 做个亲子鉴定 是 我总觉得呀 这些孩子 就是我们公家的血脉 那您为什么不通知公总直接过去 这个臭小子 他总说人家小月人品不好 我怕他们两个冲突起来 会吓着孩子 哎 小少爷好 嘿 那就是公家的小太子吗 这也太可爱了吧 不过站在他旁边那个女人是谁啊 他呀 叫冷心月 不知道他怎么混进公司的 还收获了小太子的喜欢 真不知道那个冷学院怎么想的 为了我上旁 真是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呀 唉 好了宝贝 妈咪呢已经到公位了 你就去找你爸爸吧 别忘了你用小男子汉去 有什么时候委屈的 跟宝贝说 我家小男子汉真乖 快去吧 拜拜 拜拜 妈咪成功入职公事集团 以后我们在妈咪身边 你们要好好照顾妈咪 知道了大哥 我们会乖乖的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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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架 嘘 嘘 嘘 她 嘘 嘘 嘘 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小朋友过来 叫小爷干嘛 你就是阿易的儿子吧 我叫江云青 是你未来的妈咪 我这次过来呢 是专门给你爹地送鸡汤的 你才不是我妈咪 我妈咪叫走齐骏 刚才在鸡汤里面放了什么 你想害死我爹地 你眼花了 我马上就要嫁给阿易了 怎么会害他呢 我才没眼花 我要告诉爹地 你要害他 该死 绝不能让这正乌小子破坏我的家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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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大哥 你没事吧 糟了 大哥好像遇到危险了 不行 你赶紧通知妈咪 怎么办 没人接 我们报警吧 不行 警察叔叔应该会问我们是谁的 万一查到我们的身份 那我们自己就 好 走 小东西 在里面好好给我待着 阿易 听说你这几天一直在加班 我给你熬了点鸡汤 辛苦你了 刚好大宝在公司 我叫他过来一起喝 他没信号啊 不行 绝对不能让坏女人得逞 有了 顺便你们也提前见见 不用了 我刚才已经见过他了 他说他要去找妈妈 老星月 也是 一直缠着我让老星月入职 有功自然缠着他 阿易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有点饿 我来帮你 你在汤里想了什么 阿易 我们是未婚夫妻 马上就要结婚了 可是你一直都不碰了 我想给你生个孩子 那次当你下药 小云青 你怎么敢 我知道你很难受 你别矜持了 我真的很爱你 你无论让我帮你做什么 我都愿意的 妈咪 爹爹被坏女人算计了 我们快去救爹爹 阿易 别硬撑了 等一会儿 你会成灯情味的 谁 公总 财务部有一份文件 需要你审批 我现在和公总很忙 没空 你等会儿再来 不行啊 这份文件财务总之用呢 必须马上签字 你等我一分钟 公尘业 怎么样了 还好吗 公尘业 你干什么 公尘业 冷静点 公尘业 烦死了 我给你去找医生 妈咪 爹爹身体怎么样了 不许喊他爹爹 他是坏人 走 大哥究竟在哪里啊 妈咪也不接电话 急死了 坏女人要找爹爹 理论上讲 肯定要去办公室啊 没错 那我们就去办公室 找坏女人 那走 那不是二宝三宝吗 那不是二宝三宝吗 没有人啊 没有人啊 是啊 这个时间点 他们应该再上兴许班 先慢慢演化啦 老空啊 你身体的这药性 已经压制住了 不过这药性 太猛烈了 我晚点再给你打一枕了 公总 您看江小姐怎么处理啊 等他醒来 把他送回江家 告诉他 再有下次 终止和江家的所有合作 是 十大坏蛋 爹爹爹 快跑 就是你们两个 怎么混进来的 走 跟我进屋说 这个时间点 二宝三宝应该上兴许班呢 是慢慢演化啦 妈咪啊 我真的很不放心爹爹 要不我们就看看他去 就一眼好不好 就一眼啊 说吧 美猴王 叔叔 我们走错路了 走错路 这里是公事集团 不是街边公园 是不是冷心月带你进来 大人呢 叔叔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叔叔 您看看那是什么 冷心月叔 只有大妈一个孩子 你这个 到底是什么孩子 叔叔 对不起 我们是听说大哥 被人欺负才过来的 不是故意来捣乱的 我们给你道歉 你就放我们走吧 放你们走 可以 但是你们要先告诉 你们跟冷心月 到底什么关系 二宝三宝 你们怎么来了 妈妈 你没事吧 我们是遭到一个怪人 要伤害你 真是太调皮了 我不知道他们会来公事集团 捣乱 龚总 不好意思啊 我们先走了 站住 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吗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两孩子是我收养的 我还要怎么解释 收养的孩子会管我叫爹地 冷心月 撒谎是有限度的 他根本就是我的孩子 我哪儿撒谎了 这 大宝五岁了 他们两个孩子才四岁半 你要是不信的话 这里是收养证明 难道 真的是不是想多了 还好怎么不讲 龚总 我知道 您家大业大 想多要几个儿子继承下家产 但你不能乱绕儿子吧 何况 一胎三宝 那是多么的 幸运 王医生 给我检验 我和两个孩子的DNA 马上就有了 给我检验 我和两个孩子的DNA 马上就有了 鉴定啊 不用了吧 这收养证明不是都在这儿了吗 还需要什么鉴定 如果鉴定结果曝光 孩子们的深邃就彻底慢不住 何欣雲 我承认 我差点被你骗了 但哪个妈妈上班会随身携带 收养证明呢 你 那是因为 你上次问我 孩子的身份 我特意拍下来 专门给你看的 我有那么可怕吗 让你跟两个孩子对我必如蛇蝎 你不可怕 你不可怕 抢了我亲生儿子 还想要抢我收养的样子 如果他们真的是我的孩子 那跟着我能享受荣华富贵 总没跟你受苦好 我是没本事 但我能毫无保留地爱他们 那你呢 你有个未婚妻 我怎么想我以后的孩子 叫别人妈妈 好 舍舍 公总 你身上好烫啊 是不是药校还没过啊 要不 我们去休息一下 你奉考 我今天一定要知道他们身份 等来了等来了 你你下来 我不下来我不下来 那那我扔你了 不用不用下来不用下来 哎呦 哎呦 这小子开窍了 奶奶你怎么来了 刚才说什么报告 提检报告啊 我刚刚入职了公事集团的保洁员 人家人事部啊 让我交提检报告 奶奶 你忘了你之前怎么骂公事集团总裁的了 你这入职不是要入虎口吗 他虽然是个部君 可他给的 报酬钢啊 鑫月啊 奶奶年龄大了 一顶身上 老有病 我花钱 要不这样 人事部我熟 我去给你送报告 我能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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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又在哪处啊 你赶紧跟我去取报告 里面有我的 你赶紧给我去取报告 里面有我的亲 哎呦 你你走了 怎么发烧了 我被江云先下毒了 他不是你联谊的对象吗 哎 如果没事啊 我就走了啊 我 我 我没事 这是我们集团新入职员工档案 麻烦录录一下 放这儿吧 哎哎 小月 我的报告呢 放那儿了 这是我们新入职的保洁员 公司怎么招的人啊 这么闹瘾 哎 哎 我可是公总亲殿招进来的 你是对我有意见呢 还是对公总有意见呢 你要是觉得露露心些麻烦 那我可以亲自告诉公总 我就是问问 又没说不办 大王阿 行了 奶奶我们走吧 交给他就好 哎 我的报告 没事公司保密系统很好呢 不会丢的啊 我一会儿给你送过来 江小姐 龚总说了 再有下次 就直接切断与江家的合作 慢走不送 该死的冷心晕 我精心准备的一切 竟然是给你做了假意 妻子坚定 谁不知道 龚总就一个儿子 这哪又冒出一个双帽天 这造谣 也不知道找点靠谱了 万一是真的 我得通知龚总 就算是假的 前居鲁心悦 一样有空 江小姐 你拿的什么 给我看看 冷心悦 竟然还给他 您是我的孩子 这肯定是 冷心悦的恶作剧 都知道 您是工作的未婚妻 未来组裁夫人 只可能是您 既然是恶作剧 就没有必要 让别人知道 是是是 小龙 今儿喷了什么香水啊 简直喷到我心里去了 我男朋友送我的 又 梦心悦 你搅放了我的好事 我就让你在公室 过不下去 你都有男朋友了 看不出来啊 你这平时 穿的也挺保守啊 喂 二宝三宝 你们回家了没 报告妈咪 我们已经到家了 你们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知道刚刚有多危险吗 我们差一点点就穿帮了 妈咪 我们不是故意的 坏女人把大哥关起来了 什么 姜云青把大宝关起来了 没事的 大宝已经得救了 行 妈咪知道了 你们在家好好待着 一切等妈咪回来再说 奶奶 刚才公总那个 许特助来了 她找您呢 说是 让你到公总的办公室啊 伺候 又是关我 奶奶 你好好在保洁部待着 遇到什么麻烦 给我打电话 对了 这公式集团保洁员这么多 您能偷点的就偷点的 就当公式集团 为社会解决养老问题了 阿宝三宝 你们也太没用了 不仅没帮到大哥 还被扎爹发现了 你们别说风凉话了 妈咪现在肯定担心坏了 其实认为扎爹也没什么不好的 大哥说 带地家有好多好多好吃的 小妹你太单纯了 爹爹马上就要娶后妈了 都说了娶了后妈就有后爹 到时候就像今天这样 坏女人把我们怪小黑货 说不定还给我们吊起来打 大哥你别吓小妹了 理论上讲 我理解扎爹的意思 他今天撞见了你班 肯定马上就要追过来了 那可怎么办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进 来了 龚总 您找我有事啊 龚总身体不舒服 你偷我龚总吃药吧 可我的工作是 你的工作是 总裁助理 现在我生病了 照顾我是你应该 如果不是大宝要求我 给你一份体面的工作 以你大学一业的履历 恐怕连公事的大门都进不了 还不是因为你生孩子 我才修学的 我说到底 我的悲惨人生 都是因为你 也不知道是谁 大门也拿着一个 物生的人去开房 嘴里还一直喊着不要停 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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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张嘴 老婷怎么不将我来劈死你 你这什么眼神啊 想烧了我 我哪敢 我希望龚总 浮如东海 寿比南山 龚总 进 龚总 已经查到冷小姐和那两个孩子的地址了 幸福敲语 龚总 这就是冷小姐的住所 另外我调查了冷小姐的收养记录 派出所没有留到 证明果然是假的 他一直都在拼我 龚总 这亲子监店的设备我可带过来了 保证一个小时内 结果 把小区所有出入口全部封闭 我要他们插尺来逃 是 妈咪 妈咪你手流血了 赶紧拿出口提 好的 妈咪疼不疼啊 我们跟你呼呼 没事的 没事的 你们都是妈咪的小宝贝 放心 妈咪绝对不会允许其他人 把你们从我身边抢走的 讨厌死了 知道你给我换个房子 你偏不 你看这晚上还有老鼠 我老婆管的严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买个房子不是小钱 等我跟我老婆离了婚 老心也就带着我孩子住在这种地方 这里鱼龙混杂 简直是玷污了您高贵的血统 我们一定帮您 把小少爷和小小姐找回来 妈咪 妈咪 有人敲门 妈咪去开门 等星月 来 让妈咪过去 等星月开门 不会是没人在家吧 我去小学门口看看动静 等等 刚才上来的时候 我看到用的是老式电表 在高速运转 说明家里肯定有 等星月 我知道你在家别藏了 冷星月 冷小姐 你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还是出来把话说清楚 我今天不是来兴师问罪的 只是想把孩子接回去 带他们过更好的生活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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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月 新月 还好不是炸爹追过来了 这么多孩子 我们是六包胎哦 六包胎 一二三四 这怎么才五个呀 还有一个被他们爸爸接走了 什么人哪 老实都不让人好好了 怎么是你 之前住在这儿的女人和小孩呢 什么女人和小孩 不知道 怎么回事 我孩子同学可是警察 你是打听上个租户的事 是不是 早说呀 我是刚搬来的 他们呀 闲着离上班地儿太远 刚刚搬走 那你知道 他们到哪去了 这个真不知道 他们留了点东西在这 你看看有没有用啊 公总 这是运紧币抄单 难道是柳小姐的 公总 公总 公总说 你今天辛苦了 先先回去休息吧 怎么又先检查人 你医人医 等我查查到 生日 再告诉公总 打扰了 说您生活愉快 会不会是扎爹的电话 他打来干嘛 大哥说他很聪明 他会不会去旧家了 还好我们搬新家了 什么办法 我们搬家 喂 公总 我何吩咐 搬家了 怎么也不提前通知我一声 我这不也是刚搬过来吗 这老小区鱼龙混杂的 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不方便 新家在哪 我总要带着大宝 经常上门拜他 什么 公总上门拜访 这怎么能行呢 你我孤男寡女的 你想给我做什么 再说了 我呢 是绝对不可能给你当小三的啊 公总 冷表姐搬家肯定是心虚 这俩孩子多半是您的 你倒我不知道 我眼下的解决 是个姜云青的婚人 你说取消花月的事 是骗我的对吗 谁在这儿给我装申请 公家和姜家本来就是商业链 给我下药的时候 就应该想清楚这个 我可以解释的 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了 我只是想起快给你生个孩子 我不要 我心意已定 对外你可以宣布我是过错方 理由你自己选 一个月之后 公事集团将会正式宣布 我恢复单身 阿易 爹地看起来好像没那么蠢 要不要撮合一下爹地和妈咪呢 最新消息 我偷听把门说 不够和女人结婚了 那是不是代表爹地 可以追求妈咪了 可妈咪好像不是很喜欢她呀 我来搞定 如果那天不是冷心 月跑出来紧急 说不定 我已经有了阿易的孩子 这不是小易那个原因对象了 喂 你 我 对 就是你 我鞋脏了 过来跪下给我擦干净 落着干什么呢 像你这个年纪 进入公事集团不容易吧 能给总裁夫人擦鞋 是你的人性 兴许我们夫人一高兴 给总裁每年几 说不定啊 还能给你折点模子 哪里能跟小月明 阿姨真是糊涂 你干什么 知道我这鞋有多贵吗 奶奶 江小姐 你好歹是个名言千金 这么对待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老 会不会太过分 你想替他穿好 好啊 他把我鞋弄脏了 你来陪啊 他鞋本来就是脏的 是他叫我擦的 老东西还敢顶嘴 冷静了吗 你竟然敢破江小姐 是你们江小姐自己先找上门来的 你私下虐待大宝 这件事就没找到算账 你自己先找上门来了 我告诉你 再有下次 拖在你身上 那可就是流酸了 你竟然敢虐待孩子 是 我和公总结婚后 就是大宝的后妈 我想怎么虐待她 都看我心情 你个不要脸的女人 没见着就算了 你还上赶着给人当后妈 虐待就虐待别人的孩子 看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竟然敢带总裁夫人 完了 你真的完了 你知道总裁有多爱夫人吗 他一定会开了你 好 我等着 我总裁总裁 被这个女人排除我 死到临头你还嘴定 这小姐 我这就帮你叫总裁 还以工作那么忙 留意这些小事反弹 冷心悦 你这个女人 进入宫市集团 不就想掉个凯子 跨越街景 行 我大方点 只要你肯离开宫市集团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你说谁在掉凯子 我们仙悦是 名花有主 他男朋友是 我孙儿 有言 又有钱 就他 有钱有言 我可没见过 有什么男人来接送过他 不会是秃头瘸腿 啤酒肚的老男人 休欲见我们吧 我男朋友长太帅了 怕你们见到了 极度地走不动路 冷心悦 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你这么能吹牛啊 欣悦没有吹牛 欣悦的男朋友 就是我孙儿 你孙儿有钱有言 还是你在这儿当清洁工扫厕所 你孙子要是真的有钱又有言 就叫过来让大家看看 我会是有些人不敢吧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害怕我叫过来啊 吓死你 难不成你孙子 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 你等我 现在是上班时间 我男朋友要工作 没空见你们 那这样 这周末公司有个慈善酒会 我可以大发慈悲 给你们多一张邀请函 你到时候带他一起过来 总行吧 好 我就等周末 让你们再蹦个两天 走 奶奶你可害死我了 还有两天 我哪儿去找男朋友啊 我孙儿啊 现成的 我又没见过人家 多麻烦啊 你见过他 慈善晚宴 您还让我去给冷静月 撑炒面啊 没错 要不是我钱付进来啊 我还不知道你公司养了 这么多的蛀虫 还污蔑人家小月 撑凯子 你气死我了你 你怎么知道别人是不是污蔑 万一他为了钱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怎么养了你这个没眼里见的死 总之啊 我要在宴会上 我要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如果不来啊 你肯定会后悔的 等我在慈善晚宴上 公开小月和三个孩子 你还不求这对小月啊 知道了 我会准知道 让你不听话 乖点啊 公 公 公总啊 周末我有个宴会要三角 帮我想两套衣服吧 周末 不会那么凶 他也要去自上晚宴吧 就最边上那两件吧 小姐你眼光真好 这是我们店刚到的新款 大宝 你说那两套衣服 哪个更好看 小孩子才选择呢 我全都要 那全都包起来 好的好的 小姐 这是我们从法国空运过来的新款包包 是挺好看的 这个多少钱 这款二十八万 二十 但这一个包 都给我咬半年孩子了 金子做的吗 这个就不要了 这个也包起来吧 好的 小姐 这边还有法国刚到的新款 高档礼服 你来挑一挑 我就 男人赚的钱 有人就得花 这些衣服看起来都不便宜吧 这应该很贵吧 几十万的东西你又不是买不起 什么叫区区几十万 你不是不知道我的工资 工资不够 可卖孩子的钱够 那十个亿足够把整个商场给买散了 懒得跟你讲 小姐这边请 跟你说 这个小毛驴呢 长着白色的胡子 还有一个弯弯的尾巴 还有一个黑色的小蹄子 要是我们一家人都能在一起就好了 你喜欢这种小毛驴吗 嗯 先生 小少爷 冷小姐换好了 妈咪 你好漂亮呀 谢谢宝贝 看着比平时那样 深远多了 小姐 刷卡还是现金 新世界女性 说什么都不能说气场 大不了 剪下了半年肯房人头 刷卡吧 嗯 当着孩子面 我没有让女人卖单的习惯 故事啊 就不该对你这种脾气坏的男生 心挫幻想 妈咪 我们拍照吧 爸爸妈妈抱抱 来 我要爸爸妈咪一起亲亲我 爸比 嗯 宝贝 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睡啊 你觉得妈咪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看这是什么 追击 计划书 我都听到了 你和坏女人 不结婚了 所以 我给你一个追求妈咪的机会 谁说我要追求她了 我都看到了 你上次听她的时候 脸都红了 我 小小年纪 谁教你这么早说的 赶紧去睡觉 去去去 要记得她呀 追击计划 需要创造独处的空间 给她足够的关心和爱护 我看这些东西干嘛呀 我又没必要 看一想 也没关系吧 反正不一定 吹冷心月嘛 时 时刻保持神秘 在节日当中 准备一些惊喜 偶尔开一些 小玩笑 保持神秘感和忧郁 终于管上 起了婚还去这种地方 还真以为你不懂那笔钱 准备 好 行行 他可是要跟你抢孩子抚养权的 赶紧睡觉 老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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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贝 竟然私藏起我六个孩子 今月把孩子抚养权给我 这个孩子没有抚养权 把孩子还给我 孩子还给我 孩子还给我 妈妈 把孩子还给我 幸好这是一场梦 不行 我得把坏孩子 喂 小月啊 奶奶 我家的臭小子工作临时有点事啊 我们晚一会儿到 没事的 我自己就行 那 那我等你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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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事 王总啊 好久不见 客气了 来来来来 我们喝一杯 行 下次多多关照 恭喜了啊王总 哎 哎 你们听说了吗 今天公是老夫人也要过来 想必是来提前见见孙媳妇的吧 可不是嘛 你 江小姐气质出众 是公总心肩上的人呢 要是江小姐和公总有什么好消息啊 可一定不要忘了我们啊 这个自然 等我和公总结婚 会邀请全公司的人 哎 下次有什么下午在啊 哎 找我 来了 哎 这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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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见到我 你跟谁一起来啊 我也不知道 哎对对对 你真是谁啊 他好像是公司的助理 在公司见过他 要了 就你一个人啊 一个就是出自好 不是要带你的男朋友 一起过来吗 不是要带你的男朋友 一起过来吗 我男朋友工作忙 晚点自然会到 周末还加班 看来也就是个穷打工的 是 你男朋友要加班 那老太婆怎么没有来啊 不会是压根就没有什么高富帅孙儿 是那个老太婆临阵逃脱了 一个捡垃圾的吓到人 也敢在这里装神弄鬼 没有奶奶给你们打扫卫生 你们能安心的在办公室里好好工作 都是打工人 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那你倒是叫她过来啊 赶紧给她打电话 我 我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没有听错吧 这个时候了 电话竟然关机 还说不是跑路了 奶奶她可能有事耽搁了 那我心愿 你个贱人 你敢勾引我老公 你是谁 都是她勾引我的 赵经理上次特意把她一个人单独留在办公室 谁知道两个人在做什么 我跟赵经理根本就不熟 你不要诬蔑我 那你怎么特招进的公室集团 这么名贵的耳环 又是谁送你的 哦 我明白了 你的金厨不止一个 肯定是 听说跟很多人乱搞 最容易得艾滋了 好 好 公老夫人好 我说了我没有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 你这件礼服 是米可的限定版 一件就要几十万 别说赵经理 就连陈总都不一定省了 要不是有人包养你 你哪儿买的金 什么大块 公老夫人好 公老夫人好 你赶紧去检查一下 免得啊 这身上得什么怪病 被多个男人包养算什么 好玩的 上次他带那个老太婆 还搬入这手续 居然还夹带了一张亲子鉴定 报告 什么鉴定 装什么傻 就是你那个双帽太根 有钱男人的鉴定啊 女队真是不检利 老婆真敢给你老公 这是公司晚宴 怎么 你还嫌丢脸啊 你敢做不敢让我说出来吗 我都亲眼看见他收你的礼物了 干什么 就是这个耳环 这个你也别小蛋 大家都来看看呀 就是这个贱人 我记得他上学的时候 就未婚先孕 还勾引学校的校领导 只怕事情败露了呀 就被开除了 他这种人 怎么进的公司上班 肯定用了什么不迟的手段吧 说 是不是你给他开的后门 不要脸的贱人 到处跟人乱搞 开房照片都传到学校了 你还跟小领导乱搞 把学校名声都搞臭了 跟你这样的人 待在一个学校都觉得恶心 不是我我没有 就是 就是你 就是你 照片就是你 在这里 哎老婆我错了 那对不起 哎都是他勾引我的 现在别看了 我说你怎么进的公司集图 一个巴掌的不鞋 原来是勾引了赵总 哈哈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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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只能是我 冷心月 看到了吧 我是公事集团未来的总裁夫人 而你 跟男人乱搞 编造富豪男友 简直丧得败行 我现在就以未来总裁夫人的名义 开除你 我没有做过的事 我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你想开除我 行 那你叫公总亲自来开除我 公总 公老夫人把这么贵重的礼物 都送给了我 我想要开除你 根本不需要公总同意 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 这些礼物不是送给你的 你说什么 不是送给江小 冷笑就好 冷笑就好 这些都是公老夫人送给你的礼物 这么多年 你辛苦了 老夫人马上就到 必为你证明 难道是 大宝让老夫人送的 你看清楚 我才是公总的未婚妻 她一个生过孩子 满夫人身闻的下等人 就活该生活在拼命库 奶奶怎么可能把这些东西送给她 怎么不可能 奶奶 是 江小姐 你口气大得很了 这是 人生扇 咱们 这不可能 那不可能 这不可能 国人是人靠 衣装 这身皮子 花了不少钱吧 可就算这样 也掩盖不了 你骨子里的穷酸气 说好的有钱 孙子呢 怎么没一起来啊 这么盛大的晚宴 当然 他要压咒过来 压咒 的确是要压咒 让他好好过来看看 他那所谓的女朋友 是怎么对宫氏集团的高管 贤妹 江玉清 你少睡口喷人啊 我跟赵经理 那是清清白白的 你不要用你那肮脏的思想 来猜夺所有人好不好 没有勾引男人 没有工作 宫老夫人为什么 送那么多东西给你 那当然 是因为新月职任 江小姐 你口口声声的 诽谤我们新月的认身文 你要知道 这认身文 是一个女人勇敢的标志 现在呀 我就决定 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新月 是我们公家小少爷的生母 而且 是我们公家 追巫人 小少爷的生母 公家的准少夫人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才是公总的未婚妻 你以为穿身狗皮 就能冒充公事集团了 你现在呀 赶紧滚 阿姨 和老夫人正在来的路上 惊许 现在还能留你一条狗命 没有我的点头 你看她敢娶你 愣新月 你就让这老太婆 堂而皇之地 在宴会上撒野 奶奶 放心 我跟你说过 只要有我在 没人敢欺负 我看你这个老太太 是活腻了吧 竟敢在江小姐面前撒野 你真是 放肆 这位是公老夫人 公总的亲奶奶 公事集团最大的股东 她没有资格 在场的 谁有资格呀 公老夫人 你说她是公老夫人就是了 谁不知道 人家公老夫人 常年在国外 很少有人见过她的真面目 之前装有钱人 现在连公老夫人都敢冒充 你怎么不上天 你肯定是 冷心月请来的骗子 你看看 是吧 看着什么事都干不出来 她如果真是公奶奶 我的几个孩子 岂不是都曝光了 你们这帮都是群演是吧 也那还挺逼真的嘛 我们差点都被骗了 江小姐 你赶紧联系老夫人 让她来 拆拆这把死骗子们 双大宽 也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吧 你要是公老夫人 公总 怎么可能让你去扫厕所呀 我看 她也不像这针呐 奶奶 如果你真的是冒充的 那你现在就快跑吧 我来解决这件事情 如果 短工总来了 一切就晚了 有我在 有我在 我看他们 谁敢动我 所以 您真的是公老夫人 原谅我 没有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 我怕告诉你啊 你有顾虑 你啊 不会怪奶奶吧 那 您把我有几个孩子的事情 告诉公总了吗 那自然 大家不要被她骗了 她压根就不是公总的奶奶 我刚才打电话确认过了 公老夫人 正和公总在来的路上 根本不可能在这儿 搞了半天 原来是个骗子 搞这么大衬着 还真以为是公老夫人亲临呢 山区永远是山区 又是请再多的演员 也变不了疯狂 你们这一群蠢货 我是绕道去幼儿园 去接我的孙子 我那 陈毅啊 一会儿就到 死到临头了 还在嘴面 想过一会儿阿姨来了 你们有什么下场 快 人家老人家说是公奶奶 那就是公奶奶了 反正我愿意相信 那你就继续在这儿 自欺欺人吧 我眼里 可容不下 来人 把他们给我撵出去 敢冒充公老夫人 我看是活腻了 谁敢冒充公老夫人 马经理 你来得正好 就是她 公总马上就来了 赶紧把她丢拖出去 要是公总生气了 我们谁都别想 江小姐吩咐的是 连公老夫人都不放在眼里 我倒要看看 你有几条命 你说 我有几条命啊 金灵 你打我干嘛 小了你的狗眼 这就是公老夫人 他真是公老夫人 那金灵 你瞪大眼睛好好看清楚 公老夫人和公总 正在来的路上 我曾有幸 远远见过老夫人的英姿 这就是公老夫人 什么 没错 江小姐 你身为公总的未婚妻 难道连公老夫人 都不认识吗 我 公 公老夫人 完了 完了 我今天得罪了公老夫人 奶奶 我刚才不知道 您是公总的奶奶 我跟您开玩笑呢 我是阿姨的未婚妻 我们才是一家人 谁跟你是一家人 我跟我们新月 才是一家人 就算你是公总奶奶 那也不能拆散我和公总 我和公总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要结婚了 阿姨 阿姨 你总算来了 我跟奶奶有点误会 妈咪 今天打扮得真漂亮 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呢 哎呀 新月啊 怎么 惊不惊喜啊 意外不意外呢 我给你介绍了 我这大孙子 有盐有钱 你喜欢吗 要是早知道你孙儿是公总 今晚打死我也不过来啊 奶奶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 我跪下跟你道歉好不好 那你跟我跪下呀 阿姨 别叫她这么亲热 你跟我把闭早就没关系了 大宝啊 说得对 你赶紧和这个女人退婚 真是哪儿哪儿都烦 你怎么跟人家新月比 连个头发丝你都比不上 看奶奶 我的意思是 她已经跟把闭离婚了 江小姐 我明明说得很清楚 你我婚约取消 你当少儿长风吗 什么 婚约取消 傻少爷说的是真的吗 公总真的不要你吗 阿姨 这么多人 给我留点脸面 我们的事 私下再说好不好 新月啊 她呀 现在要脸了 你刚才 对我和新月 那个嚣张气焰哪儿去了 奶奶 我 新月 告诉阿姨 她刚才对我们两个人 怎么样了 她拜高彩皮 欺负奶奶无依无靠的 而且在公司里面作为作福 最主要的是 她欺负大榜 如果让这样的人 当孩子后妈 那我肯定是不愿意 我没有阿姨 我没有 别听她胡说 我没有 你相信我 江大小姐 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珍惜 今天我请大家在场做个见证 我公陈毅 跟江家大小姐 江云青正式退婚 此后 男婚女嫁各不相干 这公主说什么了 这下什么 你都听了 父阿姨 我不要退婚 你不是喜欢孩子吗 我也可以给你生 谁稀罕你生了 我们家有三个宝了 三个 三个 今天呢 是我公事集团的慈善晚会 我老太婆呢 欢迎大家的光临 在此我要给大家呢 宣布一件大好的消息 冷心月 是我们公家的大公主 给我们公家呀 生了三个宝贝 也是我最亲爱的孙媳妇 奶奶 这种话可不能胡说 我手里的这个报告 就是新月的三个法克斯 和我阿易的亲子鉴定报告 果然不出所留 冷心月 好样的呀 蛮好啊 奶奶到底什么时候偷偷做了亲子鉴定 新月呀 不是奶奶有意的瞒着你 是奶奶呀 找不到合适机会呀 告诉你 你不会生奶奶的气吧 奶奶呀 做梦 都想要这么多的纵孙子 看看我 看看我 你们又带我们去哪里呀 二宝三宝 老公 没事吧 完了 这下真的是三个孩子都保不住了 也不知道奶奶 还有没有调查 剩下的三个孩子 宝贝 你没愿意像大宝一样 叫我一声爹地吗 爹地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说 我是没爹地的野孩子了 对不起 是爹地不好 以后会让你们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宝贝 冷小姐真是年轻有为 竟然不声不响 给公总生了三个孩子 恭喜公总 恭喜老夫人 恭喜小少爷和小小少爷 认祖归宗 快走快走 赵经理 你走什么呀 你刚才说我和夕月什么来着 老夫人饶命 冷小姐饶命 我 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赵总 你污蔑我就算了 平时在公司里 对女同事 也是近期骚扰 我想 有你在公司 也是对公司的一种抹黑 抹黑 通知下去 立刻开除 开除 和公司集团 有合作的企业 全面封杀 封杀 公总 是江玉清 都是他 他诬陷我 让我害冷小姐的 我是无辜的 赵经理 你害冷小姐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是 江小姐 你不能不认证啊 是你说这冷小姐 挡了你的路 要把她赶走的 不然就开除我老公 都是你威胁我们 不然给我们一百个胆子 我们也不敢再集团闹事啊 我 我没有 你为什么要诬陷我 是不是冷小姐 给了你什么好处 阿姨 我没有 你相信我 从今天开始 公司 终止与僵尸 一切合作 以后 以后自为之 带走 公总 你饶了我们吧 老夫人 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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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小姐 对不起大家 叫大家呢 看笑话了 现在呢 酒会开始 这第一支曲子呢 就由你 交给 新月了 不好意思各位 我的未婚妻 有点紧张 未婚妻 真好呀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拦着我生了三个孩子 很能耐呀 奶奶很喜欢孩子 这三个孩子 我全要带走 不行 大宝 二宝 三宝 每个人的兴趣 爱好都不一样 你第一次当爸爸 怎么能够做好 老规矩 一个孩子 十个亿 这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那如果你 你晚上去泡夜店 这样 你觉得可以做到 一个合格的母亲吗 我 什么夜店 你说什么呀 消费记录 我全都有 每天晚上 你口口声声地说 很爱孩子 结果呢 跑到夜店去交洒 你将是会 毁了孩子的 那这样 我允许你打孩子 只不过 只不过 如果孩子们想要回来 你不许拦着 成交 最先娱乐资讯报道 公事集团 公陈毅 被爆出 故与旗下的员工 冷某某 拥有三胞胎 疑似为了他 取消和江家的合作 真是为了美人 不要江山 想知道更多娱乐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你最好有什么要解释 大小姐 你要我查了 请约如何归 但我发现 那件很有意思的事 马德夫探长 读了读信 摸着海象的胡子说 这只是个玩笑 没有人会这么糟糕 如果 他没那么白金就好了 行悦啊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啊 我就觉得 你像我们家亲戚 什么亲戚啊 像我孙媳妇啊 我们家这臭小子 从小 这性格就闷得很 不会说好听话 哄女孩子开心 她如果要是欺负你啊 就告诉奶奶 奶奶呀 替你收拾她 我从来没跟奶奶 说过这次 那个 奶奶 这天色不早了 我先回去休息了 别呀 这么晚了 你走什么 反正家里这么多房子呢 不了不了不了 真不留了 奶奶 您早点休息吧 我亲自送她回去 这也太麻烦你了吧 走 明天大宝二宝 直接从公家去学校 我跟你上去 拿一下他们书包 不用了 家里有点乱 我上去就行 马上就下来 你想干什么 小区里可是有监控的呀 你别乱来 你好像很怕 我跟你上楼啊 家里藏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东西 不会 是藏了个野男人吧 干嘛老师这么猜忌我 我做什么事了 做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不清楚 公尘业 你要真讨厌我 以后别送我回来 明明天天跑野店 还说得这么理智气壮 有钱就了不起啊 有钱就能用鼻孔看人 老婆耳包也好 要是跟她那样 非打得他们的腿不可 宝贝们 起来吃早饭了 妈咪啊 头哥哥们 都在爹爹家生活了吗 是妈咪没用 亲自坚定被曝光了 也不知道哥哥们 生活得喜不习惯 早上起来 又没有哭鼻子 来 以前他们总说 最喜欢我做的饭 也好怕是没机会了 哇 哇 嘿嘿 来 这这个 嗯 热不热宝宝 热 也不知道大宝二宝三宝 在公家住的怎么样 他们开不开心 愿不愿意上学啊 慢点啊 哇好漂亮 今天爹地 送你们去幼儿园好不好 好 上车 过来点 小心啊 我说过 要给孩子们全部的爱 付好付好 谢谢啊 这样啊 气死我了 这些没良心的小白眼狼 亏我还在担心他们 真是白痒了 能做好 啊 等一下 完蛋了 这个月全新又不好看了 光总 进来吧 谢谢总裁 我昨天晚上收拾的匆忙 这是二宝跟三宝的东西 麻烦你帮我给他们一下 照片看到了吧 就算没有你这个母亲 他们在公家生活的也很好 看到了 有钱人的生活 真是想象不到啊 黑眼圈这么住 昨晚没睡好吧 也是 把孩子都给我了 都下班了就去泡夜店 第二天早上还要上班 铁打身体也是我 怎么又扯上夜店了 什么呀 我 我这是 面群庄 把冷心月的那张副卡给我停了 别让我再收到他泡泡的短信 好的总裁 本来还想着要不要告诉他 还有三个孩子 笑好没说 真是 今天的妈咪又是回来晚了的一天 他打了三份零工 给我们买了好吃的肉肉 要是能天降一个有钱爹地就好了 可以养妈咪 也可以养我们 我的梦想要成真了 妈咪偷偷指着手 抚骂渣男 难道他就是我们的爹地 妈咪今天不止回来晚了 还受伤了 弟弟翻了监控 发现有个大色狼偷吃妈咪豆腐 生气生气好生气 经过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一致决定 大哥要去认个有钱爹地 这样妈咪就不用吃苦了 三宝还有别的兄弟姐妹 爹地好后门哦 带着大哥认主归中了 却不给妈咪一分钱抚养费 幸好大哥时常接济我们 不然我们一定会露宿街头的 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你今天有人 能往我卡里打五百万 卡好是 马上叫冷心 月来我办公室 好的 给你准了十个亿 还在孩子面前抹黑我 行 接着说 你们这是 小月我刚刚在楼下 多买了一杯咖啡 你这杯送你 谢谢啊 小月大家都是好同事 你要有什么玩不成的工作 我可以替你分担 不太好吧 小月听说那个清洁公 就是工作的奶奶 是真的吗 她还特别喜欢你呢 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是真的 不过我跟她就点头之交 点头之交 我没养花吧 谁给我赚了这么多钱 陈大主 龚总让你上去呢 现在 幼儿园马上就要放学了 我必须提前接走 四宝五宝六宝 你不方便 方便方便 龚总 你找我有事 三宝是不是还有别的手机 龚总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明白 听不懂是吗 我给你们的十亿赡养费 为什么在三宝的日记里 全都是我在亏待你 日记 什么日记啊 还挺能装 日记本不是你拿给我的 你怎么偷看孩子日记呢 那是他们的隐私 故意把日记本给我 不就是想让我看吗 孝苏孩子抹黑我 亏待你 为什么 十个亿赡养费还不够 龚总 其实那张卡我 什么 孩子被人接走了 你刚刚说什么 奶奶她怎么了 有人说奶奶去幼儿园见孩子 接完人就不见了 好端端的人怎么会不见 您好 您拨打个电话 没有呢 我给奶奶和三个孩子 都打电话了 都是关机 四宝宝六宝也在幼儿园 说不定 我们知道新内幕 喂宝贝 你终于接电话了 妈咪救我呀 我们好像被绑架了 绑架 怎么会被绑架呢 孩子们被绑架了 谁给你打个电话了 你怎么知道他们被绑架 谁告诉你消息 我打他们电话都打不通 这是重点吗 重点是孩子们被绑架了 龚总 查到了 老夫人带着孩子 去游乐园了 小学点啊 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 我得亲自告诉龚总 最后 快過來 快過來 牛妹 你沒事吧 六寶 快起来 疼不疼 我没事 这孩子不小心把你撞了 给你道个歉就行了 你为什么推他 快给我们六寶道歉 我 我才不道歉 儿子 这几个 不是你们幼儿园 没爹的小野种吗 你胡说八道 谁是野种啊 凶什么凶 这几个孩子 在幼儿园有妈没爹 不是野种是什么呀 你说我没有爹地 我有爹地 我爹地可厉害了 妈咪他们说谎 我从来没见过他的爹地 听说他妈是个穷打工的 多半是被野男人搞大肚子了吧 真是干啥啥不行 生孩子第一名 猪都没他能生 儿子 咱们走 不跟这种没爹没妈的孩子玩 你给我站住 你嘴巴这么脏啊你 你 你赶紧给我增了孙子道歉 否则 你没完了是吧 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马王爷有几只眼 那你说说 马王爷有几只眼 得赶在宫城医之前 把孩子带走 你怎么了 我肚子好疼啊 严重 我送你去医院 不用了 我上个厕所 你放开我 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 小朋友 做错了坏事可是要尿床的 我刚刚亲眼看到你推了我女儿 做错了事 就得给别人道歉 是他自己站不住 我不道歉 你真的不道歉 我儿子说没推就没推 你看你把我儿子给吓的 你们有谁看到我吓他了吗 反正我没看见 我们也没看见 你们 这位妈妈 我说你平常应该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吧 最头脑简单 四肢也不发达 风轻轻一吹就倒了 以后啊 加强一下孩子的道德教育 妈咪做得好 妈咪做得好 你们 我跟你们拼了 你居然打我 宝贝们 是这样的 一般呢 我们不提倡武力解决问题 但是特殊情况 特殊对待 妈咪做得好 做得好 走 不管他们 走 老公 我和儿子被打了 就在游乐园 你快来给我们出气啊 心悦几个人敢骗我 快快点 是 行 奶奶 谢谢你啊 我就先送孩子们回去了 这就走了 来 奶奶送你 不去走 大玩意就想跑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公总 晚点儿再找你算成 怎么回事 爹爹 你可算来了 小胖把我和哥哥推倒了 这个坏阿姨不道歉 还打妈咪 你 叫我什么 爹爹 是的 爹爹 他们三个野兽的孩子吗 他们 还说不是野种 这个男人啊 压根儿就不认识你 谁说我不认识他们 我就是他们的 父亲 就算你是他们 爹爹又怎么样 感动我跟我儿子 我老公可是鼎盛集团的总经理 今天不让我消气 你们都休想善良 鼎盛 那不是公总刚刚收个平时呢 鼎盛集团 的确厉害 那你想怎么消气 看在你还算懂事的份上 你今天就给我跪下 给我磕三个小头 脑袋见醒了 我就帮你了 建议不错 那你给我的孩子们 跪下 你说什么 我给你们跪下 子不教 母之故 既然教不好孩子 那你就以身作则吧 反了你们 我老公可是鼎盛集团的总经理 他要是来了 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那赶快来啊 不来我们就走了 谁敢怒我老婆孩子 老公 你总算来了 就是他们打我和儿子 还让我下跪 怎么 你敢轻我老婆孩子 我看谁吃了熊心包 老公 你多找点人 狠狠打一 老公 你怎么打我呀 公总 误会 这都是误会 我的老婆 被我给宠坏了 你怎么回事 怎么作为作福 坐到公的头上了 赶紧 给少爷 给小姐道歉 对不起 我不应该打你 我向你们道歉 妈咪说了 知错能改 就是好孩子 我原谅你了 滚吧 快 快走 快走 冷心愿 不给我解释一下吗 这三个 也是我孩子 这三个孩子 其实他们 公总 特大好消息 其实你不止三个孩子 冷小姐搬家那天 箱子里掉出了一份 六年前的运检报告 我查了当才发现 冷小姐竟然是怀了六宝胎 六宝胎 根据生产记录 冷小姐平安 剩下了六个孩子 六个孩子 有什么大一小怪的 不就是六个孩子 奶奶 你早就知道了 不然的话 像你一样的 被人耍呀 有心愿 其实我可以给你解释的 那个 解释什么 解释你明明给我 生了六个孩子 却偏我只有一个 那三个不是都给你了吗 那两个 明明是被我发现 你藏不了了 这些年我对大宝 我绝对没有见到 做父亲的职责 没想到 你还藏了我 其他三个孩子 到底什么居心 我承认 那六个孩子 都是你的 我也不是故意 瞒你的 是 你不是有意买我 你是故意的 如果不是 王医生发现检查单 你还打算 隐瞒我多久 怪不得不让我进门 怪不得要搬家 等等 你 每天把三个孩子 放在家里 去泡夜店 喂 再派一辆 家常版 劳斯莱斯 孩子太多了 普通的车 根本坐不下 夜店 什么夜店 你不是每天晚上 去泡夜店吗 你也没发伤啊 说什么胡话呢 我满你 是因为你要跟我 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你想想这么多年 我又生他们 又养他们 多辛苦啊 怎么可能你一来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吧 我明白你这些年辛苦 我可以 可以什么 再甩十个亿给我 我告诉你 我要的不是钱 我要的是跟孩子们在一起 奶奶 这不是在一起了吗 一家人 你不是跟姜家 婚姻都解除了吗 现在我做主 以后呢 金月就是我们公家的少奶奶 可以试试相信他们 走 我们回家 赢了 不许幸福爸爸 幸福 新月啊 这镯子呢 是我们公家 传给孙媳妇的 小月 我试认定你了啊 给你 这以后啊 这个小义 和六个孩子 交给你了啊 这个 奶奶这太贵重了 拿着 你是阿易的媳妇 这非你莫数 谢谢你啊 三宝 三宝 过来 三宝 我问你啊 看过你的日记 你日记本里有写过 我给了你妈咪很多钱 那为什么你过得 还这么紧了吧 那天你是不是记错了 妈咪每次挣钱 都来给我们带好吃的 可是 你把哥哥带走了 我们还怎么吃好吃的呢 就是就是 玩吧 去查一下 我给老金的那张卡 是不是被盗撞了 奶奶 我已经公布了三个孩子的身份 我想找个机会 把剩下的几个孩子也公布 以免后患 这就对了 以前的孩子不认你啊 说明你对人家小月不好吗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两个呀 好好的培养一下感情 快走 能管我 能管我 别跑 凭什么他们这么想生幸福 而我却要一无所有 可以动手了 我希望 让你知道 让小僧抢别人的东西 是要付出代价的 没想到上次的玩笑 竟然成了真保险 奶奶 他们要带我们去哪儿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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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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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动呢 这眼睛给你挖住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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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小孩 等会儿你抓那三个 你去抓那三个 没想到他看着强势 对孩子们却这么温柔 喂 你是谁 你这话什么意思 吓得 梦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是要下地狱的 六个孩子 难道孩子们出事了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触 怎么 孩子出事了 什么 出什么事了 你别紧张 慢慢说 刚刚有人给我打恐吓电话 就是上车孩子们来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 生意上的对手 他们是不是要钱 我告诉你 不要公布孩子们的身份 孩子们跟着我 比跟着你安全 别担心 我保证 一定会把孩子们找回来 不要动我大宝 我大宝是全球首富 你要多少钱 我都会给你的 你四人是全球首富 那我还是守护他爹呢 你爹地不会报过你的 这孩子们是无辜的 要是撑着我老盒子了 你们不要杀害他们 老大 爹地 爹地帮你 快 带老夫人和孩子们上车 快 小心啊 你冷静 你冷静点 外面都是我们的人 你今天要是杀了他 你也走不了 我给你个机会 放开孩子 留你的活路 别动 再过来 我杀了他 好 我们不动 我给你一千万 再派直升机 送你离开这儿 说到做到 别动 大宝快 大宝快 大宝 大宝 大宝你没事吧 大宝 行 公辰医 公辰医你没事吧 公辰医 好 你死了我孩子 怎么办啊 公辰医 你和孩子没事 就行 公辰医你醒醒 快下救护车 医生 他到底怎么样了 躁信伤口不深 而且还避开了药汗 不过还要在医院 观察一段时间 辛苦你 好好照顾你老公了 老公 医生 你误会了他 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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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我没事 奶奶和孩子们呢 他们受到了惊吓 我叫陈特助先送他们回去 真羡慕你们小两口啊 兄弟 你不知道 刚才你做手术的时候 你老婆不停地问护士 生怕你出什么意外 我 我去给你烧壶热水 公总 你们聊 我先走了 公总 您猜得没错 绑架小少爷和小小姐的 果然是有人在幕后支持 虽然我只公布了三个孩子的信息 但另外三个孩子却是绝密 看来是有人 蓄意印象告示 查清楚他们的身份 送到警局 以除后患 是 爸爸 爸爸 来来来 你没事吧 爸爸 爸爸现在还疼不疼啊 爸爸 嗯 爹地你没事吧 没事了 爸爸柔柔 嗯 等你好了 你带我吃好吃的 好 我觉得你做我爹地不错 你做我女儿也不错啊 感谢上天 给了我六个宝贝 谁说六个宝贝 七个宝贝 秦月呀 才是我们家的大宝贝 秦月 那你以后留下来 跟我一起照顾孩子们吧 让爸爸妈妈休息了啊 我们赶紧走啊 来 走 来小宝贝 来 来 医生说你伤口不能碰水 我去接点水给你擦一下 那门怎么被关上了 要不我打电话给乌爷问一下吧 不用了 在这个家敢这么做的 只有奶奶 奶 看不明白吗 她想让我们促进一下感情 你不愿意吗 真是 那我们 怎么 你还不愿意吗 我们 本来就不是真实的夫妻 就逢场做戏给孩子们看罢了 要不 我就睡沙发吧 我 不 是 我 要不 你们 要不 我不 你们 要不 鱼 你看 对 我 我 不会是我昨晚梦游了吧 真是个废物 连几个孩子都搞不定 不行 再这么查下去 就查到我了 给我听不到我 张云青女士 你涉嫌教唆他人绑架 跟我们走一趟 不 不是我 不是我 站住 你有没有犯罪 我们自然会调查警主 走 放开我 欣月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 还行吧 妈咪你脸红了 有吗 可能天气太热了 妈咪空调二十二度 是吗 这个吧 这个外活 确实还行 宝贝 他不吃这个的 你刚说什么 没什么 你刚说什么 没什么 小坏蛋 小坏蛋 你们都这么快就被说买了 公总 这是银行曲线和转账交易金 石藤 你小心点 医生说你的伤口还没有愈合 果然有人倒刷我的咖 总裁好 然后把这个做了就好了 小月快看 是公总 他找我走过来了 借用一下 不介意吧 不介意 公陈医 你有什么事能不能私下说 我都快被当成大熊龙了 转账两个亿 支出一个亿 消费八十九万七千八百九十二元 消费五十二万四千三百八十七元 等等 当天晚上我把银行卡给你 就收到了银行的消费通知 支出一万 不 此后隔三差五就收到消费短信 夜店奢侈品店 还有 冷家注资 一个亿 不是我没花你钱 你相信我 你算是我 卖孩子的钱 我怎么可能会花呢 再说了那天晚上回家之后 我就发现卡不见了 你不相信我 我知道 如果我去早点问清楚 就不会一直误会你 你等等 所以 你一直对我有偏见 认为我不会抚养孩子 就是你认为 我是 那个消费的人 是 每天晚上看到你去夜店 我就觉得你 不怀好意 你混蛋 那算是我买断我和我孩子亲子关系的钱 我就算再冲我再不急 我怎么可能会花呢 对不起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六年前事 六年前是我玷污了你 六年之后 我又误会了你 但我愿意用后半生来弥补 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嫁给他 嫁给他 给他 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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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多想要一个爹地 你就答应他吧 就是 陈毅知道他错怪你了 爷爷呀 让律师分割了财产 他名下的财产一半啊 都给了你跟孩子们作为补偿 你就答应吧 这结婚以后啊 你要好好地奴役他 让他朝东他不朝西 让他朝西他不朝东 看他敢不敢怀疑你的人品 我是真心的 你能让我给你和孩子们一个 无暖的家吗 你 还不快把戒指给我戴上 今日 所有员工 奖励十万红包 小姐 您的银行卡被冻结了 请问您还有别的银行卡吗 冻结了 怎么可能 我之前用的一直好好的 请问您还有别的银行卡吗 就你们这件破衣服 我看错看你了 不满了 西西 我被工家封杀了 所以我打算自己创业 你手里还有多少钱 能不能借我点 我发誓 我会对你好的 我都看已经被冻结了 没有多余的钱了 冻结了 去解冻不就好了吗 西西 我可是你男朋友啊 你就分我这一次吧 我说了我没有 冷西西女士 你涉嫌一桩重大道歉案 先依法叫你逮捕 道歉 你们搞错了吧 我怎么可能会道歉呢 首付工先生 丢失了一张十个亿的银行卡 经过严查 正是你盗刷的 此卡已涉及严重犯罪 警察 是他 我刚发他 他跟我一起换的钱 警察同志 我可没有花他的钱 西西 你敢误险我 那就一起走一趟吧 不是 警察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不过警察发现的时候 那银行卡就剩一个亿了 要是早点发现就好 那剩下那九个亿 你打算怎么弥补我 这 你想干什么 要不你再生一个老七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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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